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肩膀 是你许的愿望 为我实现那些愿望 收集着微光 在重逢别来无恙 有你在身旁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need you 追光的人总会在某个停留 拥抱着心跳依旧 一直守护 在你的背后 是我被你照亮的眼眸 在我的胸口 是你依然炙热的温柔 怎么了 被拒绝了 他拒绝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哪 那喜欢就去追啊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咱们消防员有的是经历和耐力 你有机会了 人家已经结婚了 结 那是和经历和耐力没什么关系了 那就别想了 顺利吧 我亲爱你 我拒绝了 你会拒绝吗 我想跟我拒绝 对我拒绝了 你是谁 不不得了 我是谁 不是 如果你 你会拒绝了 你会拒绝什么 我 Scriptures 有什么 因为我th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作气 平安 平安 这都被你发泄了 不用担心 只是小伤 过几天就没事了 睡了吗 还没 你怎么还不休息 今天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 我有点兴奋地睡不着 你怎么还不休息 今天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 傻瓜 这只是第一天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明天我可以去队里 和你一起讨论一下 这次防射事故吗 可以啊 你上我来吧 我提前准备一些资料给你 对了 你腿疼吗 我还是不放心 疼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放心吧 不疼了 那就好 不许骗我 你今天肯定累坏了吧 我就会打扰你了 早点休息 明天见 我的超人哥哥 明天见 早点休息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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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想到 秦站 你这么认真 导致自己 你要干嘛去啊 少都管闲事 提出完之后啊 去操场拉链 不是 站长 在等人吗 在等我女朋友 进去吧 嗯 原来进站一大早收拾自己 是因为徐兰来了 别乱说话啊 训练去 是 这个陆方琪 总喜欢来说话 以后签了手 就不准放 不是刚刚说好不放开的吗 条例规定 我应该说 这帮我 鞋 再听一次 곤可 弄得 我 哪 都知道 我 棋户点应该在这儿 而且当时小轿车司机说 听到过砰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 接着才是刹车声 会是什么爆炸的呢 对了 这辆照片是 照例房车的内部陈设 根据这辆照片 我们可以推测出 原本放在这里的物体 是什么 车载冰箱 所以我们只要推测出 车载冰箱的爆炸原因 你就能够知道事故真相了 如果真的是 车载冰箱爆炸的话 燃烧后会出现晶体溶住 但现在只是我们初步的分析啊 具体的情况 要等相关部门 给出正式的火调报告 初步怀疑 其火的原因就是 房车的车主购买的车载冰箱 引起的爆炸 之后我会跟进调查 弄清楚到底是使用不当 还是车载冰箱 本身存在问题 车载冰箱是哪家公司生产的啊 T.C.公司 T.C. 这两年发展的规模确实很大 在我们市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记住了 像这样的公司 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律师团队 还有资本支撑 你在调查取证的时候 一定小心小心再小心 嗯 我会注意的 你们都看娱乐新闻了吗 霍言宗跟那个女演员 于世世打恋爱了 我看他 这照片上看起来这么亲密 关系肯定不简单 又保又亲的 真的假的呀 那霍言宗之前 不是一直在追徐来吗 明显徐来是没追 徐来 你还好吗 挺好的 怎么了吗 你没看新闻啊 霍言宗被拍到 和于世世在一起了 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啊 霍言宗他没告诉你吗 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我也是 先忙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找个媒体 发个声明澄清一下 是要发声明 但不是澄清 而是承认 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绯闻 疯了吧你 你俩是不是真有一腿啊 当然不是了 那你 你帮我约下约诗诗 我要去见他 什么 你要让我承认绯闻 霍总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不喜欢开玩笑 好吧 我承认我对你有一点兴趣 但是这进度 未免也有一点太快了吧 况且 我可是很多人追的 你确定你不拿出一点你的诚意 原本我们签的代言是一年 现在延长到五年 这样够成一了吗 你把我于世世当做什么人 想和我合作的人多了 不缺你这一个代言 这我知道 你的经济公司很重视这个代言 毕竟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商业价值 而云开集团选择跟你合作 也是经过了市场各方面因素的考量 我并不想以此来要求你 而让你承认绯闻 纯属我个人的私事 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所以霍总是以私人立场 请我帮这个忙喽 你说得没错 签了这份保密协议 对外我们是情侣 私底下 我们互不相干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算是情侣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你只要发挥你的特征 把这出息演好就行 都探透了 是吗 他答应了 你马上安排采访 发通稿吧 把绯闻炒得越多人知道越好 你这么大费周章地做这些 是不是为了徐莱 是 只有这样 他才能回到我的身边 是的 我们目前正在认真的交往当中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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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吗 开心 很开心 我出来了 好 出来了 出来了 快拍 快拍 您的钥匙 镜头推上去 我先进来 我先进来 送你回家 没想到霍总演技比我还好啊 我嘴脸病得有点太快了 难得出来一趟 要不你带我去兜风吧 最近一直在忙着工作 好久没有休息过了 好久没有休息过了 我越和你相处 我就越觉得你符合我的口罐 要不我们试着假戏真做吧 和你开玩笑的 我不喜欢开玩笑 好 喂 喂 老霍 你有时间吗 我有话想跟你说 有啊 有时间 那我们前早见 好 那一会儿见 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突然有约 不能送你回去了 你该不会是要让我在这里下车 你难道要让我一个人走回家吗 放心吧 会有车送你回去 什么车啊 后面那辆记者车是我过来的 他们会送你回去 你让我一个女演员 去坐狗仔的车 会运动你再跟我开玩笑吗 我跟你说过 我不喜欢开玩笑 我会走你混蛋 你混蛋 不好意思啊 她今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 所以就 明白明白 肯定是特别着急的事 都懂都懂 都懂都懂 都懂 我 等很久了吧 等很久了吧 没有 你这手怎么了 哦 不小心划伤了 要小心点 今天怎么突然着急找我 我最近 在调查一家公司 我怀疑这家公司的车载冰箱 存在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 我在查对方背景资料的时候 发现跟你们云开也有关系 你说的这个公司是TC 你怎么知道 云开这几年 投资了大大小小很多领域 车载冰箱这一块只有TC 但是我对他们负责人孙蕾的印象 不是很好 总感觉这个人太挤空尽力 肯定会出问题 你提前告诉我这件事 是怕影响到我啊 放心吧 我只是投资人 不负责具体的运营 就算是TC出了问题 也不会牵连到我 你就放心大胆去查吧 如果需要什么帮忙的 随时找我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我在网上看到你跟于世世的新闻了 没想到啊 说真的我自己也没想到 你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啊 嗯 确实是 不过我也是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嘛 替你开心 放心 我已经放下了 那我们还是朋友吗 当然啦 必须是朋友 好 永远是朋友 对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 我 我跟金石川在一起了 是吗 那很好啊 恭喜 我们这属于双喜临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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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和老婆提醒你 你的信息就来了 我和老婆在浅草呢 怎么这么晚了还和她见面 说工作上的事 顺便的聊天 你呢 你在哪儿 在干什么 你能回答 想问后来的你真的放下了吗 如果时间翻转的一不一样 明明心里有对方模样 用啊 开始老规矩 我送你回家 这规矩得改了啊 你现在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要跟异性保持距离 就算是朋友也不行 再说了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这点必行的自约性 还是要有的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又见面了 金站长 你一架就当好 以后叫我进石川就好 你是徐来的朋友 我是她的男朋友 都是自己人 那你以后也随徐来 叫我老婆吧 这样想得亲近一点 对 好了 下次再聊吧 那么晚了 我先送你回去 好 对了 不少小心啊 怎么气鼓鼓的 是不是生气了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你单独见霍言总 你吃醋了 对 我是吃醋 你大半夜的 跑出去单独见一个男性 而且那个男性 对你心怀不贵 我很不满意 我很不开心 我非常吃醋 这么在意我 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在意你在意谁 好了 现在霍言总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们都说开了 最重要的是 我心里只有你 根本装不下别人 放心了吧 不放心 我干什么 你知不知错 放我下来 你要说知错我再放你下来 知道错你放我下来 拍拍拍 放我下来我错了 你说要不要提前报告 有有有 你帮我下来 来 我给你模仿个桃子 可以呀你 走啊 走啊 去吧 靳展 他怎么了 有点不对劲 他呀 失恋了 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都比较低落 失恋了 我觉得他有点单相思 他 对 喂 好 我出来谢你 怎么了 靳展 没事 来了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这是TEC生产的车载冰箱 跟房车厂同一型号 我带来给你检测一下 我找火调的同事 知道一下吧 这起事故是由起火引起的 这起事故是由起火引起的 浇滚部门已经移交给了我们 调查原因 如果要想知道是操作不当 还是产品隐患 就必须先还原 事发时的物理环境 这个呢 就是我们模仿当时的房车 创造出来的物理环境 但是我们今天要检测的 不是冰箱吗 怎么还要这么做别的电器啊 是这样 电器着火燃烧后 会出现晶体溶珠 这些呢 是我们火调部门 调查事故车内的 遗留物质成分后 检测出来的电器晶体的溶珠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 就井重现 然后再验证 对 不过这个实验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咱们往后撤一撤 这种车载冰箱 是气体吸收式冰箱 用的是老式温控器 如果产品不达标的话 制冷器会泄漏 回发出异丁丸 异丁丸呢 是一种可燃气体 如果遇到电子干扰 或是温度上升 就很容易发生爆炸 金正川 你读书的时候 化学跟物理 是不是成绩很好 你以为消防员具有体能吗 结合火调部门的报告 可以证实我们之前的推测 嗯 事故的真相 就是由车子的冰箱引起的爆炸 TC生产的这个型号的冰箱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多采访事故当事人 了解一些细节 然后尽快把真相报道出去 不过 关于消防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还要多请教你 没问题 有你在 我安心多了 你得保护我 变仓了 你刚才为什么闭眼 我没有 那你在期待什么 我没有 靳叔说你变了 哪里变了 变得有侵略性 你真以为我只会放手吗 你看那个 板机 我今天上游路过操场的时候 你们俩怎么着 怎么着 我看见靳湛和徐兰 脸都借到一块去了 真的 可甜蜜了 这俩人是谈爱了吗 这俩人都借俩 这不实锤了吗 实锤 脸贴脸算什么 我还见过他们抱一下 我这什么时候 都干吗 给我干活去 陆芳琪 跟我来 这俩一个比一个不清醒吗 你最近是怎么了 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 我没事紧张 我没事紧张 刘旭跟我说了 失恋了 我 什么时候谈恋爱 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别听刘旭瞎说 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 但前提是不能影响你工作 作为一个消防员 时时刻刻都要保证精神的高度集中 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 绝对不行 你放心进展 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肯定不会给团队掉链子 还有 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我只是单向四 别人都已经拒绝我了 那个人你还认识 我还认识 谁啊 藏医生 我发现你对那个叫 赵丽的烧伤病人 很是上心啊 他的家人已经准备放弃了 为什么要放弃啊 他不是恢复得挺好的吗 还不是钱的事吗 他已经欠了不少医药费了 听说之前 一直是靠他丈夫赚钱养家 现在他丈夫去世了 家里没了顶梁柱 又欠了一屁股的债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刚刚 他母亲去办抽院手续了 今天估计就要把他接出去 阿姨 您先跟我过来一下 我听说您要给赵丽办出院是吗 您知不知道 烧伤的后续护理非常复杂 他现在情况根本不适合居家治疗 如果感染了 那会很严重的 我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给赵丽治病了 还欠了情绪不少钱 我女儿的命是用大勇的命换来的 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这个当妈的绝不会放弃的 实在是 卑鄙地走投无路了 我能理解你的难处 但是我不希望您和赵丽 就这样放弃了 这样吧 这个医药费我先帮您垫付着 咱们现在让赵丽好好在医院接受治疗 蔡医生 你的好意 我心灵了 可是这个钱 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你 您放心 这个钱呢 我肯定不会催您还的 赵丽她是我的病人 我不会放弃我的病人的 所以你们 你们也千万不要放弃 好不好 藏医生 你真是一个好人 你的大恩大德 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我应该的 谢谢 阿姨 你起来 你快起来 千万别这样 其实 你也不用感谢我 要有我感同身受 我知道 被留下来的那个人 他有多痛苦 我没事的 靳靳 你没事吧 我知道你心情肯定很复杂 毕竟你和葬秋还有一步一段感情 你误会来 我和葬秋 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葬秋的丈夫方淮 是我以前的战友 那葬秋为什么对你的态度是这样的 他果实了 而且他的死 我要负很大的责任 葬医生 葬医生 赵丽是你的病人吧 我在现场和交警了解了些情况 想对当事人采访 采访 不行 他术后虽然恢复不错 转入了普通病房 但情绪还不稳定 现在采访的话 会对他心理产生压力 我不同意 可是这个采访真的很重要 我已经检测过房车了 骑火的原因不是车辆碰撞 而是车载冰箱爆炸引起的 现在王大勇已经死了 只有赵丽 能怀验现场的真相了 我是真的很想帮他 就算我同意你采访 但他因为烧伤导致呼吸道感染 现在没办法讲话 你放心 我已经做好功课了 我会用适合他的方式 对他进行采访的 绝对不会影响他的恢复 行 走吧 我带你去见他 谢谢啊 赵小姐 您好 我是记者徐兰 现在外界都一直认为 是您丈夫王大勇 驾驶的防车违规即杀 才会导致车祸 我知道真相不是这样的 您丈夫王大勇 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了 现在只有您可以 帮他说出真相 帮他清白 我相信 您也不会希望您丈夫 背负着肇事者的身份离开 对吗 我可以简单问您几个问题吗 我可以简单问您几个问题吗 我知道您现在不方便说话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通过眨眼睛的方式 表达肯定或者否定 眨一下是肯定 眨两下是否定 这样可以吗 什么 车祸发生之前 是车在冰箱先发生了爆炸 引起的火灾 才会导致您丈夫急刹车 跟后面小轿车碰撞 是吗 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慢慢来 他跟我说过 冰箱爆炸了 车子起火了 大勇就把车停下来 想带他逃出来 可是被小轿车撞上了 大勇为了保护他 一直保着他 我调查过 是车在冰箱有问题 请您相信我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替您和您丈夫 讨为公道的 烧伤的治疗周期很长 他们没办法支付医药费 如果这次真的能证明 是T.C.公司的责任 那他们可以向T.C.索赔 这样会减轻很大的压力 你放心 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尽快把真相报道出去的 帮助他们向T.C.索赔 那就拜托了 我替你赵丽和他的家人 谢谢你 其实要感谢的是静世川 要不是他帮我检测鉴定 我也不会这么快知道真相 虽然我不知道 你跟静世川 到底发生过什么 但是静世川是个好人 你是不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恨他 登坤 咱们出去走走吧 肉蒋 芳怀是为了救静世川 牺牲的 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这就是你恨她的理由吧 从我嫁给芳怀的第一天起 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能理解一个消防员 在职业理想上的选择 也能理解他就金石川 是他的第一反应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 其实我不恨金石川 我只是不能原谅他 他让我错过了 建芳怀的最后一命 放我来 放我来 建芳 放我来 放我来 建芳怀 你让我过去 金石川你让我过去 放我来 放我来 孙怀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捡他最后一命 我不 我 我求求你了 他让我捡他一次 好吗 你去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 你去 我求你 我就可以 你让我去看一眼 你为什么不让我接你 为什么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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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世川 我恨你 这种事情 我没办法做到豁达 也没办法放下心里的执念 我走 再求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包括方陀 方怀绝对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火焰中的光沉淀了时光 指引我叙叙而来 向交付倾诉将心念周无 坚定的在你身旁 我愿成为光 照亮你的路 月路途近期 寻你的轨迹 我愿成为光 闯进你的心 无所畏惧 奔向你 穿过人群 你眼中的光 定住了时光 指引我叙叙而来 想与你倾诉 想作为守护 永远的在你身旁 我愿成为光 我愿成为光 照亮你的路 月路途近期 寻你的轨迹 你是生命中 你是生命中 最热热的光 岁月交替 我愿成为光 寻找你 寻找你 欲不反顾 等下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